吉兰丹匿名护士怀疑疏忽照料 导致刚满月的男婴烟乃身亡 今天被控上庭 但他否认有罪 至于涉嫌上传违线女童影片 还将女学生称为暗恋对象的巴士阿哥 今天缴清4万令吉保时金获准外出 不过他的家人动言 起诉重伤巴士阿哥的人 月子中心护士涉嫌疏忽照料 导致一名刚满月的男婴烟乃身亡 今天被押往哥打巴鲁地庭面控 控状指出 22岁被告诺爱因 本月9号清晨4点47分到5点30分期间 疏忽照料才刚出生30天的华裔男婴出君恨 抵触2001年儿童法令31-1-A 父母和监护人疏忽照顾孩子 导致孩子暴露在危险下条文 罪程将面临罚款最高5万令吉 或监禁最高20年或两者监失 被告聆听控状后否认有罪 控方原本要求禁止保外 不过辩方求情时表示被告只有22岁 平均月入才2200令吉 所以希望法庭允许保外 并承诺被告会充分配合审讯 法庭批准被告用1万令吉 外加一名单保人保外 案件将在10月13号过堂 涉嫌将女学生称为暗恋对象 还把亲吻侄女影片放上网的巴士阿哥 被控三条罪名 因为缴纳不足4万令吉保释金 而被扣留一个星期后 今天终于缴清款项 获准保外 24岁的巴士阿哥今早8点半 在警方押送下抵达法庭办理保释手续 在见到母亲后 两人紧紧相拥 巴士阿哥的家人更激动地感谢网友捐款 帮助儿子筹得保释金 不过巴士阿哥的律师表示 被告在被控和拘留期间 受到各界抨击 就连家属也受到牵连 如果这些人再不道歉 被告家人将起诉重伤他们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